自己没有功夫 那就是缘分 这个缘分是什么 临终的手三个条件 你想一想能不能去除 第一个条件 头脑清闲 临命终时迷惑颠倒 那就没办法了 那业障很重 佛光 招了招了你也不知道 你也感受不到 所以不能够昏沉 所以最怕的是 老人痴呆症这个事情麻烦 那这是谁都帮不上忙 所以我们人 活在这个世界 最重要的 断卧修善 急功累得了 不要去享受 什么时候享福呢 临命终时头脑清楚 那是真正的佛宝 为什么呢 往生必须要具备的条件 我们中国古人讲啊 好死 好生 死得很好 没有痛苦 那你来生一定很好 为什么 你会选择好地方去啊 人会到出生道 到贵贵贵道 到地狱道 那是糊里糊涂去的 哪有头脑清醒的人会到那个地方去 所以都是迷惑颠倒去的 头脑清除 最低限度 也是人天亮道 不会到三我道去 古人家 无父临门 第五最后的佛报 就是 命中的时候好死 就说这一条啊 来生比这一生一定更殊胜 一定更好 这个才叫做真正的佛宝 这一生想福 来生如果堕三土 那就没福啊 那不是佛宝啊 这是不能不知道的 所以修复比什么都重要 业应果报丝毫不妨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对经典就不会再疑惑了 清净心 就能见到佛光 那感受就不必说了 见到佛光 不找 这是佛来 接应往生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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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